今天要来介绍一款新游戏 一款我在脸书阴阳师讨论区发现的游戏 Shikigami Wars 简称山寨阴阳师 在我看到这个游戏的预告短片之后 就清楚了解到 它操得非常明目张胆 所以呢我就打算下载来探个究竟 开启游戏之后 迎接你的是一首非常热识的传统音乐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看的动漫 鬼灯的冷册 可是第一次开游戏就给了我不好的印象 因为我卡在这个画面进不到游戏 两分钟多后音乐都播完了 结果呢还是在同一个画面 我唯有重启游戏 伺服器终于进到了 只是我一时按太快 角色不小心选择了原博雅 女性的原博雅 那没办法了 只好开启吧 像很多游戏一样 一开始出现了一些对白 很快的第二个人物就现身了 绿色的秦明 这个祭祀感很重 再来看看对白 这种感觉果然是阴界之门打开了 非常的似曾相似 所以秦明要做什么呢 结果他是说要把神色修缠一下 到这里呢其实我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很快就懂了 原来是要我们建东西 安倍秦明的真正身份 其实是名建筑工 说真的这个有点预料之外 游戏一开始就有一样东西对你闪闪发亮 VIP领取礼包 你瞬间的明白这个游戏是VIP制度的 那点了好几次之后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小白了 只是这个小白有点走样了 之后大天狗也出来了 可是为什么秦明会说出来吧 赤木通知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 可能这款游戏只入围马吧 那天狗哥就是帮我们召唤四神 第一个是谁呢 看这个名字 800伯狸又880 成功召唤了80个800伯狸 听起来比800比丘尼还厉害 不是吗 在渐下渐下了之后 游戏就要求我们去加入解释 所谓的工会 这个游戏还是有人玩的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有工会的存在 加入了工会之后 我马上进到了另外一个地图 原来我们的神色 就是在这个地图的其中一个地方 周围的都是其他玩家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动找怪 找怪来做什么呢 就是要进攻 瞬间变成了三国游戏 我们的兵缓缓的走到目的地 在战斗结束之后 还出现了这个打怪的报告 里面的资料呢 出乎意料的详细 至于在这个地图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点我不清楚 因为之后就没有研究了 那又回到了我们的神色 见下一个东西 神热殿 所以神热也要出场了嘛 这个神热殿就是让我们去研究技能 打开里面一看 结果神热这张图的比例是错误的 而技能的图标也格格不入 我不懂这个是不是其他游戏超来的啦 下一个我们建造的叫做土地庙 建了这个土地庙之后 我接下来的游戏过程 几乎都是重复一件事情 就是点击游戏左下方这个提示 不断升级我们的建筑物 整整15分钟 我就是这样一直按一直按 差点忘了 图中有位角色客串出场 这不是猫咪老师吗 哈哈 可能就是要出来打个广告 提醒你2017 4月新发 下目有人帐第六季 目前正在热播中 好的继续回我们的话题 在15分钟过了之后 我们才开始建一个全新的建筑物 五重塔 听名字就知道 这个塔就是让我们一层一层的爬上去 而这边终于有一些对话出现了 秦明和这位女士的谈话 哦原来这是我最喜欢的灯界 果然开发者还是明白阴阳师四神的逆称 那到底这个塔是玩什么呢 我们的兵就是会去打这些电脑 胜利之后得到的东西 就是可以拿来升技能 之后我也才发现 点击画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小兵攻击 自己的角色就是左边的那个塔 按越快攻击就越快 所以在这里结果变成了点击游戏 就这样升一下打一下 在第14层终于打不过了 我唯有打第13层来升一升技能 这时候才发现技能的等级也太夸张 每个技能的满技竟然是200等 还是别管那么多了 我将前三个技能都升到10等以上之后 就来再次挑战看一看 这一次轻松的赢了 不过也只能到这里 因为建筑物需要升级才能继续打 打完之后我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结果还是继续升级这些建筑物 之后也帮帮工会的成员打打仗这样 玩了一个小时 后面我差不多睡着了 哈 在之后呢我再次的谷歌这款游戏的名字 结果发现了另外一款游戏 叫做Wall of Omnoji 这个Wall of Omnoji 比我们现在玩的还早推出 而且游戏画面 当你看到了也非常无缘 所以这个山寨阴阳师 不只抄了阴阳师 还抄了这款游戏吗 脸书上甚至有人说 连没路可物语的角色也中招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话 欢迎你点个赞 就适合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事情 对于这件事 各位有什么想法呢 因为这种现象也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觉得官方会采取行动 欢迎你们留言让我知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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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